在娱乐圈打拼,若能有高人指点,常常会是半功倍,于是明星认干爹干妈就很流行。 一般能被女星认作是干爹的人,都是能照得住人的人物,有权的或者是有钱的。 俗话说得好,大树底下好乘凉。 比如当依能静和贾静文闹婚变时,他们的干爹就会责无旁贷地出来替他们说话。 圈中众女星都有干爹撑腰,但是你可知道男明星背后也是有干妈在的。 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娱乐圈三大天王背后的干妈。 刘德华的干妈,张学友的干妈,黎明的干妈,后两位干妈已去世多年。 天王刘德华的干妈是香港著名歌手、演员叶德贤。 叶德贤,入行超过30年的叶德贤,扮演的母亲形象深入人心, 他曾经在《猎鹰》、《法外情》等多部影视作品中出演刘德华的妈妈, 而现实生活中他也是刘德华的干妈。 刘德华的干妈,张学友的干妈,黎明的干妈,后两位干妈已去世多年。 可能你会以为叶德贤没有儿女,不过其实叶德贤自己是有一儿一女的。 可是子女不孝,现都在美国定居,不理叶德贤, 刘德华得知此事后便是他未亲生母亲, 所以有时候刘德华在公众场合都叫他做妈妈。 刘德华的干妈,张学友的干妈,黎明的干妈,后两位干妈已去世多年。 黎明干妈是黄小青,他与黎明的母亲是世交, 基于这种关系,黄小青主动提出要认黎明为干儿子。 黎明一向对干妈十分孝顺,干妈每年生日的时候他都会亲自到场祝贺。 黎明生活中有两个妈妈相伴,真是羡慕人呢! 2007年黄小青去世的时候,黎明恰好在美国,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十分遗憾。 黄小青的葬礼花费大约60万元,费用全部是黎明承担的。 刘德华的干妈,张学友的干妈,黎明的干妈,后两位干妈已去世多年。 而黄小青出生并不差,曾在保险界工作,又经营牛仔裤厂的生意。 他与黎明特别投缘而上气成母子,故外界对黄小青的认识也就是黎明干妈的身份。 他在云乐圈人员极佳,交往的也是超级巨星,黎明是他的干儿子外,刘嘉玲,王菲,梁朝伟也是他的好朋友,他的儿子亦是已故张国荣的干儿子。 刘德华的干妈,张学友的干妈,黎明的干妈,后两位干妈已去世多年。 沈殿霞成名非常早,香港娱乐圈里众多大明星早年受到他的帮助。 而沈殿霞和张学友早年因南北妈大,中饰演母子而结缘,张学友认肥姐为干妈。 沈殿霞亦非常疼爱这个儿子,经常煮好东西给学友品尝,并经常提醒他注意身体。 刘德华的干妈,张学友的干妈,黎明的干妈,后两位干妈已去世多年。 2007年8月16日,张学友在宏馆举行学友光年世界巡回演唱会,抱病的沈殿霞在主诊医生陪同夏孔干儿子场,并且探足三小时,而学友得知干妈想听,轻抚你的脸,还刻意更改Roney。 提前演组这首歌,肥姐投入,兴奋地拍烂手掌。 沈殿霞逝世后,张学友更是作为主力为他料理后世。幸亏有个干儿子,不然沈殿霞去世后更加凄凉。 张学友的干妈,刘德华的干妈,黎明的干妈,天王的干妈就是不一样啊。 话说你知道郭富城的干妈是谁吗?